其實牛煉比老鼠煉很多 雖然地武經中依然有些很嚇人的名詞 但也講述瘟疫存在,但沒有那麼嚴重 我相信這個原因是因為在2021年進入新丑煉 這個新字代表天衣星的有字,雞字出了頭 即是一踏入2021年 其實是有天衣星來舊的 即是說瘟疫雖然存在,傳染病依然存在 但因為有了舊藥,所以大家都比較安心很多 今年的冠軍星宿屬馬 亞軍應該屬老鼠和屬龍 而第三應該屬於屬蛇和屬猴 屬雞就叫做冷馬 即是二軍突起,一字並堅皇 亦屬於一個很出色的生肖 特別恭喜屬雞,因為屬雞的朋友真的很多年都沒有人走 這十二生肖裡,占算得特別準確 今年大家記住,你家裡最大的空聲位就是東南方 所以記住在你的房間裡用手機看出指南針 看看東南方在哪裏 找到東南方出來的時候,在那個位置掛陸的銅錢 或者在那裏放風水物品 屬偶的人就行華蓋星,今年叫直泰稅 各種東西都跟你有關 所以是一個叫做忙碌的皇帝 因為你是有華蓋星,所以你是一個忙碌而辛苦的皇帝 而部份也在家裡一整個錢 是失蹤的地方 請看,請看,請看,請訂閱,請看,請看 那我們咳嗽